在此之前我都是制作的视频都是从欧美报纸那边来的 今天我想制作一个从日本报纸那边来的视频 如果你们以前看过我的视频 你也知道我除了我懂英文以外 我懂法文、德文、西班牙文 我日文也懂 前一世纪我试探性的做了法文、德文、西班牙文的教学视频 但是其实我当然也可以做英文教学跟日文教学的视频 但是试探性的 因为现在教日文的、教英文的很多了 教法文、德文、西班牙文的比较少 所以我就先做一做 今天我讲的一篇文章是从Japan Times 日本时报的一篇叫做Gandai Business 就现代商业的栏里面的一篇文章 它是一位新闻工作者叫做常古川新阳写的 他写的那篇文章就让我想起 美国一个华裔的一个新闻人员 评论家他叫张家顿 他十几年前就写着中国奔贵论 写了十几年中国还是没有奔贵 现在这个常古川新阳 他是日本的中国奔贵论的 他是先讲的是说中国会奔贵 还有就是说现在这个特朗普 他不是要搞个香港法案吧 要跟香港脱钩 要跟中国脱钩嘛 他就说 他的文章的题目叫做 叫做 もう一度有中国がアメリカに 热带にカットないその理由 他说我再讲一次 中国跟美国绝对不会赢 中国不会赢美国 その理由 就是那个理由 他说他下面就叫做 美国的多路 就是美国美元交往停止 就是跟港元脱钩 现在好像是一美元换7.8港元 他说就是这个要脱钩嘛 川普要脱钩嘛 就是说跟这个美金跟这个港币脱钩的话 威胁要停止嘛 就就你 就你 就就你 就是就是慢慢慢慢的的现实位啊 这个话题叫现实位 就是慢慢就会实现了 他就讲了说如果这个一脱钩 香港就完蛋了 或者说这个中国就完蛋了 他就说 他说制裁がなかったとしても 他就说 他就说要即使制裁嘛 制裁就是制裁啊 他即使不制裁啊 怎么怎么怎么样 他就说 这即使这个不 这个 克兰勃不制裁就是脱钩啊 他说港民啊 跟那个公司啊 呃 就会赶赶去 这个这个这个买 买买买买那个这个美金啊 呃 他说这样子的话 也会造成这个 嗯 在香港的美金哭泣啊 他讲到说 呃 他下面讲的 コロナマイカラグジョウダダチュウゴク 他就说 在コロナ就指那个新冠啊 新冠肺炎以前啊 中国就已经陷入苦境了 他就讲的是为什么呢 第一就是说 中国的那个就是工资的上涨啊 上涨以后就是呃 就是还有就是造成这种竞争力的衰落嘛 还有个就是中国的 因为呃 呃 一胞胎的政策啊 现在是人呃也减少 还有就是说呃 现在的以前啊 这个外国厂商就 也包括台湾厂商到中国大陆去啊 不必遵守什么这个环保啊什么的啊 所以环境搞得一塌糊 现在中国开始这个环保意识增长嘛 所以就是说 慢慢慢慢就是环保 这个这个这个规定就不要严格起来 就很多就 嗯 就没没没没玩意设厂怎么样子啊 还有他讲 ダチュウゴクはキタイコトバデワナイ 脱中国啊 就脱离中国啊 哇 キタイ キタイコトバデワナイ 他就讲说现在呃 日本政府啊鼓励日本厂商从从大陆撤退啊 而且日本今年还要制定的一个预算啊 给这些厂商啊 让他们从中国撤出来啊 还有这个美国一个官员就是说要支持美国商人 美国厂商从中国撤出工厂 即使说100%补入要那么撤 但是我认为就是说要从中国撤出来不是那么容易的啊 就像有些就是说台商好了台商你要撤到越南去撤到印度去 一个问题是个语言的关系啊 还有一个就是说你像这个印度也好吧 那个越南也好嘛 他基本基本基本那个那个建设啊没有中国好 中国这个基本建设好啊 港口也好 这个铁路也好 这方面这个别代替代替代替不了的 他就是说现在就是说他鼓励这样子 就厂商撤出以后啊 他就说现在中国为了讨好这些厂商啊 像他说那个日本商人啊 跟习近平讲说哎你要帮助我们怎么怎么 他说习近平满口就答应了 因为他说这个中共在共产党也急了嘛 为了这个挽留他们啊 就是说厂商要求什么他们都答应啊 还有他就讲说中国不行了 你看现在华为啊 他不是要搞那个5G什么的 那美国一卡那个那个晶片啊 那种这个半导体啊 他说中国就完蛋了 他这个就是说 美国有个张家顿啊 说是中国啊 奔贵论 他这个日本也有一个中国奔贵论家 另外一篇我讲到一篇是 Mainichi新闻 就美日新闻的一个油 一个专业叫做鱼路啊 鱼是圣语的鱼 路是录音录影的路啊 就是说鱼路 Yoroku 日本叫Yoroku 它就是有点像联合报的那个 在第二页里面的黑白集一样啊 但是在日本的美日新闻 不是 独卖新闻也有类似的 它叫做Henshu Tachou Henshu就是编辑啊 Tachou就是手帐 手帐就是笔记本嘛 也是类似的一样就杂谈啊 还有就是招式文语有个叫做天生人语啊 它那个英文翻译成就是Vox Populi Vox Dei Vox是什么呢 我认为那个是不是英文啊 是拉丁文的Vox就是声音了 现在变成英文叫voice voice啊 就是Vox Populi 就是平民的声音啊 Vox Dei Dei应该是指上帝嘛 神的声音嘛 它我是经常看这个天生人语 而且它是这个天生人语啊 它每三个月它会编成一篇书 它有这个日音对照啊 它主要编程不是为了我们外国人学日语 它主要是给日本人啊 学英语的 因为它下面还有些这个英文的解释啊 我觉得它翻译的 因为它主要是给外国人看嘛 翻译的不是很忠实啊 比较流畅啊 学日语来不是很好的 但是起码它因为在汉字那边啊 它有在报上 它没有那个有汉字上面筑了一个平亚名啊 但是那个书里面有 所以也有个好处这样子啊 我现在讲到就是说这个有那个有篇文章 它的标题叫 ソリはアメリカ市の中で もっともきあくにたちたエピソードの一つだった 它是什么 那个啊 那个是美国立场中的一个最令人讨厌的一件事情 它讲的什么呢 就是说在1932年啊 就是美国在1929年不是有个经济大萧条吗 1932年的时候啊 有很大批的那些第四世界大战的老兵啊 跑到华盛顿啊 就要求那个那个那个津贴啊 这个那个那个那种这种 这种老兵的待遇嘛 就有点像中国大陆前几年也有很多老兵啊 什么越战老兵啊 要求国家这种给它这个金钱上的支柱嘛 结果他们到了华盛顿占领了一些 就政府的建筑物啊 它的河边也占了 然后呢 美国啊 政府啊 派现在的军队啊 去镇压以前那个老兵啊 那他就讲到就 想到那个美国以前有个 CBS的啊 有个六十分钟叫Dan Rudd 以前我经常看啊 还有什么 一个女的叫什么 什么Soyer 好几个三个人 他们有个六十分钟很有名的 他就说他一想到 他说他父母 他的父母跟祖父母啊 一谈到这件事啊 就非常生气啊 他为什么呢 他那个就是现在的军人 对付以前的军人啊 就叫做镇压 镇压死了不少的老人 还有妇女 还有小孩啊 而且那个时候镇压的是带领的谁呢 就是这个麦克阿瑟跟那个巴顿将军 他们是二次世界大战的那个英雄嘛 他是讲到为什么这样呢 现在就想到不是说 前段事宜 那个特朗普要求这个军队去镇压 现在就是因为那黑人死亡的原因去示威那些人嘛 这个现任的美国国防部长叫马克阿瑟他就反对啊 他说除非是种用军队去镇压人民的这种示威要求啊 是除非是最后没不得已的手段才在做 还有前任的国防部长叫做 人不知道什么 我忘了 他是认为 就是让人民有个分裂人民 他是这样的 他说就是因为那个时候 下令镇压的是什么总统 叫Herbert Hoover那个总统 因为这件事后来他选的时候就选输了 但是说那个时候有个人 劝总统不要去镇压 那个人叫什么 艾森豪 后来艾森豪不是成为美国总统吗 他意思就是说 你特朗普如果去这样镇压的话 你就暗示就说你下次你也选不上 就因为以前那个有个人叫军队去镇压人民 他没选上 你现在特朗普你要去叫军队去镇压的话 你也选不上 所以他就不单是只有现任的国防部长反对 就上次那个前任的国防部长也反对 好 好